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本届进博会参展企业超过了3400家 11个国家首次参加国家展 34个国家首次参加线下展 八方来客各式展品 从地球村的各个地方兴夜兼程赶往上海 共赴进博之约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 本届进博会朋友圈再次扩大 迎来了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 有750个贸易团入场采购 规模是创了历史新高 我观察到今年是新老朋友奇相聚 比如美国农业部是首次帅团来参加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主席博斯禅 是第一次来参加进博会 他告诉我们协会是进博会的铁杆粉丝 今年他们还牵头组织代表团参加进博会 那么有很多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年年聚 碎碎来共享进博会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 朗之文告诉记者 无论是刚刚交付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还是上个月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会场馆 都有他们产品的身影 本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美食飘香 医疗及医药保健品展区大咖云集 技术装备展区内各类高端装备 秀出科技硬实力 同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有超过1500家企业参展 我们是来自伊朗 我们这一次是带着一带一路的框架来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关系 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我们可以做这个合作的桥梁 感谢观看